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迪丽热巴的成长故事 从新疆到全球的闪耀之路 迪丽热巴 这个美丽的新疆女孩 如今已成为全球娱乐圈的焦点 她的成长故事充满了挑战和奋斗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她的闪耀之路 迪丽热巴出生在新疆一个普通家庭 从小就展现出了超凡的艺术天赋 然而 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有限 她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 不过 这并没有阻止她追求自己的梦想 迪丽热巴凭借自己的努力 在各种文艺活动中获得了不少奖项 逐渐成为了新疆演艺圈的一颗新星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迪丽热巴逐渐进入了全国观众的视野 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成功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在这里 她接受了更加专业的训练 为日后的演艺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毕业后 迪丽热巴顺利进入演艺圈 开始了她的演艺生涯 她凭借出色的演技和迷人的外貌 很快成为了众多导演和制片人眼中的热门人选 她先后出演了多部电视剧和电影 获得了观众的高度认可和评价 她的表演风格多变 能够驾驭不同类型的角色 让人们看到了她无限的潜力和才华 然而成功的背后往往充满了心酸和付出 在拍摄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时 迪丽热巴因为高强度的拍摄任务和繁重的压力 一度患上了抑郁症 但是 她并没有放弃 而是凭借自己的毅力和努力 成功克服了困难 完成了拍摄任务 她的坚韧和毅力让人们看到了她不为人知的一面 也为她的演艺事业增添了更多的亮点 除了在演艺事业上的成就 迪丽热巴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和社会慈善事业 她关注弱势群体 尤其是对儿童的教育和健康方面 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 她多次参与儿童基金会等组织的公益活动 为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提供帮助和支持 她的善心和行动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明星的责任和担当 总的来说 迪丽热巴的成长故事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奋斗的旅程 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逐渐成为了全球娱乐圈的焦点人物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有梦想和努力 就能够克服困难实现自己的目标 同时 她也向我们展示了明星的责任和担当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优秀的艺人 对社会的贡献和价值 让我们一起期待迪丽热巴 未来更多精彩的表现和成就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